走出电梯就看到黑色巨型卡比兽堂在门口 走廊两侧放上蕨泪盆栽 宛如今到宝可梦的奇幻世界 打开房门 墙面重现宝可梦任天堂第一代Game Boy 床上摆藤原号联名版黑魂皮卡丘 台北饭店联名日本旅店计划 黑魂宝可梦主题房一开卖 两分钟就被订光 会还蛮吸引人的啦 因为其实它联名的房间房型的话 其实会吸引到很多喜欢的人去 很可爱啊 它的颜色然后又很大 这感觉就很好抱 艺人陈柏林柯友伦也抢先开箱 拿着宝可梦球狂拍 网红视网膜也带爱犬入住 饭店正在与日方演艺加开主题房 宝可梦25周年 受药店也打热潮 傻店业者和宝可梦合作 现在民众来到这边出示APP打开 购买饮料时候还可以同时抓宝 刷店这次联名 搭配全球的抓宝活动 根本是推出宝可梦补给站和道馆 业绩比去年同时期多六成 每天四点到五点 我们都有特殊的宝物会 宝可梦会出现 所以其实你可以在那个时候 就会发现其实还蛮多民众玩家 都会在店里面附近聚集 尺寸从小到大皮卡丘 还有超萌胖丁 萧火龙应有尽有 富士商店联名快闪店 不少宝可梦迷强买收集 我都会买很多宝可梦 床上都是 我看虾皮上都缺货 所以特别来这里买这样子 快闪店还出互动冰果游戏 民众吉马还能拿到皮卡丘 雨伞标签小吊式 还有运动品牌也联名 推特别版宝可梦铜鞋 耿鬼 路卡丽 还有闪夜王牌 宝可梦热潮 全台发烧 TVN新闻张家宝 张启云 台北报道